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在这样子的忧天盖地的打压之下 对我们来说重点在于说 我们支持的是事实的本质 对那他的言论有出错的部分 他也道歉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不需要再去故意的强调 重点是选举不要选到疯狂 丧失了人性 这才是台湾的问题 所以民众党那边没有传达给你 就是说他们党内对你的言论 或是对你的表现就是有一点 就是党内对的办法 我觉得大家不用每天见缝插针吧 这个有什么问题 我们每一天都在联络好吗 OK 大家就把它放 回到事件的本质 不要一直去挑拨别人的是非 我觉得大家把事情全部都把它扭曲了 我觉得每天都在去分化别人 并不会让你自己变得更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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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